画面来看到好像应该是没有再下雨了 但是比赛开始之前的雨量是比较大 主赛派范琪一声哨响 比赛开始 各场作战的重新立番 首先开球 从屏幕的右侧向左侧进攻 伸传红色球衣 而天津太达一类队是从屏幕的左侧向右侧进攻 白色球衣 蓝色短空 我们看蒙特罗在中场比较空上来打一球远射 这一脚是打天窝 蒙特罗小球开出来 漂亮 球进了 比赛刚刚开始 1分33秒 周海斌便是为主场作战的天津太达一类队这边首开记录 刚想说呀 这个赛季到现在为止 天津太达一类队在整个中场赛场里面 他们是通过脚球进球最多的球队 六个 六个脚球进球 这是他们的第七个 场地比较好 那我们就要把球打到什么地方去 天津太达又没有 杨启鸿精彩的攻击 再打一脚 又被杨启鸿给挡了出来 立番队这边丢了球以后 在进攻端也是马上啊 给了天津太达队这边一点颜色 但是难度 进去前沿的连续的一脚传队外围打门 这下没有能够吃争度 唐国贝 郑又如 反击 天津的反击看看怎么组织 给到左边 很好的反击 速度非常快 在这种雨水场地之下啊 这球确实非常不容易 传冲球质量怎么样 漂亮啊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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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蒙特罗为天津队再下一城 哇 这个局面对于主场作战的天津太达一力队来讲 那就是太过美妙了 看这一下 给杨涅的做球 还缩头 拿到球了进到禁区 一对一再扣 好进去 哦 这点传过来 哈哈哈 角球 呃 立番队一旦攻的太猛啊 确实被天津队打反击的时候还是会比较狼狈 后点 头球攻门 挺漂亮 挺好的机会 很好的机会 看一下 这点不错 哦 这角球打丝了 这个应该是一个能够 曹雅老队长 那次吴庆 穿球不错 就往中够给打门 这个战术速度就没有问题 对 因为那个 丁杰的打门 好球 这球塞的不错啊 进攻呢 怎么处理呢 打门 哎呀 这一下邓小飞脱手 但是并没有 让球落到太达队员的脚下 不然他又是危险了 没有阅位 比亚尼一对一 比亚尼是他最喜欢的方式 哎呦 太轻了 太小了 非要打中路这个进区湖顶这个位置的配合吗 太小了 比亚尼在上个赛季代表立盘队表现还是不错的 而这个赛季进球率也是急剧下降 长中球 高球 比亚尼 就可能要造成失分了 比亚尼多打门 是打在了太达球员脚上 发生了一个变现 王栋 这球给他不错呀 机会有了 打门 搬回来一个 吉利掉地 张外龙的坏人还是体现出效果来了 下半场比赛这是六十多分钟吧应该 一会我们再开始具体时间 吉利掉地一脚外围的左脚远胜 为重庆立番扳回一场 下半场十五分钟 前点 哦 这球摆得不错 机会 漂亮 二比二 哇 徐扬 为重庆立番把比分给扳平了 哇 这比赛 要好看了 这个中锋 那个头顶做的这个墙做得非常好 是 呃 维埃拉做的这一下 徐扬在后点的左脚大力抽射啊 这场比赛来到第七十分钟了 好球 哎 底下镍 这球怎么处理 再扣 哎呀 这就是大个球员在这种情况之下啊 可能会出现的一个问题 刚才在天津 呃 应该是左边路聂涛 先开始自进攻 投球公文顶出了底线 呃 涅涛在拿球下底传中子的时候 对于他的盯防就有点太放松了 那个人呢 他可能看的更全面一点 犯规了 裁判没有吹 进攻有力 还有 反超了 反超 三秒没人了 太好了 这个外援在边的这个这个 强行突破 呃 呃这个 这次突破的确实是对方阻挡犯规 但是范琪掌握着这个有力的原则 对 让这次进攻继续 最终才有了这个进球的发声 偷球公文 但是这球顶偏了 比赛也结束 好的 随着范琪的一声哨响 全场比赛结束 最终重新立番队在客场啊 是取得了一场非常爆炸的 最终重新立番队在客场啊